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只有20岁出头 他却已经站上了国家级的领奖台 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汽油的混合味道 这些昔日在赛场上飞驰电车的赛车 此刻就宛如一只沉睡的野兽 静静地躺在车库里休憩 工作人员把他们擦拭得闪亮如新 时刻等待着下一次的狂飙之旅 这个车叫Radical 它是一种统规赛 就是所有人开的车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所有人开的车都是出自同一个厂商 我们的引擎也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用的轮胎也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对于每个人的技术要求会非常非常的高 虽然对这个车也会有些要求 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 其实主要拼的是单个人的技术 它不会像Fourwell One那样 就是不同的车队之间会有很大的性能差距 这个是统规车 这种车我们也叫Ladder Series 它算是一个梯子 我们最终会有一个最终的目标 肯定是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但是这个就算是我们往上爬的一个梯子 只有在从这个梯子上爬上去 从卡丁车到这样的这种低组别的这种孔规车的比赛 我们才能最终爬上世界上的一个舞台 比如说像是Fourwell One 但是那个对于我来说现在又是不太现实了 我可能会去Lamont 可能会去24Hours of Dubai 可能会去Dakar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爬上一个世界上的舞台 赛车手Steven 陈阳来自北京 属于2000年出生的千禧一代 虽然目前只有20多岁 但是他已经站上过国家级领奖台 是加拿大首区一致的华人赛车手 我当时一个是去看了世博会 还有一个是当时是在电视上看的那个F1 那个Fourwell One 然后当时看的是那个 那个路易斯哈木顿 还有那个罗斯伯格在争那个冠军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对这个赛车就是感兴趣的 虽然其实我从 我其实从小一直对车非常感兴趣 但是一直对赛车就是没有那么深的接触 就是我当时无非是在一些画册上 可能看过一些赛车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真正开始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是从2012年的时候 其实之前在国内接触过一些卡丁车一类的 就是那种比较低级别的四重生卡丁车一类的 但是当时就是不是说我知道我要去做这个事 当时只是觉得好玩 当时的话年龄还小 初中只是单纯的玩一玩 后来我是过来之后 大概在1617年的时候 我开始接触这边的二重城的卡丁车 这个二重城它作为就相当于是一个起点 相当于是所有职业车手的科班的一个起点 如果要把现在的这些汽车一类的比喻成说大学一类的 那个就是初中高中可以这么理解 2016年还是高中生的斯蒂文来到加拿大留学 之后他进入多伦多大学 攻读化学工程专业 利用业余时间开启了赛车手的职业生涯 我觉得我学工程从某种方面上 会对这个赛车方面会有些帮助 它会帮我有一种工程师的一个mindset 它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然后同时我也就是知道怎么应对挫折 怎么去解决问题 包括从很多原理上 我可以给它更了解一些 但是其实我学的是化学工程 会听起来跟这个并没有任何关系 对吧 但是这个我本身高中初中的时候 我比较擅长化学 所以我选了化学工程 但是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 还是给我一个工程师的一个心态 还有思维方式 绝大部分赛季我们一般是在夏天 这也正好是暑假的时候 相对来说比较轻松 但是做这个确实很忙 就是你要需要贡献大量的时间 就不只是在赛场上 包括你在赛场底下 做了一些训练 然后包括对你身体素质的一些要求 包括怎么在这个行业里去发展关系 发展人脉 然后怎么去为你的赞助商去提供一些便利 怎么为他们去谋一些福利 这些事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是10%的时间在赛场上 2019年之前 Steven参加的是国家卡丁车锦标赛 因为表现不俗而结识了很多朋友 其中就包括目前车队的经理Robert 多次交流之后 他决定迎接更大的挑战 作为部队 我们为主要的车 我们要克服同小体 一定要安装 使他们在车的车 是正在币车 所以后每个问题是有机会 我们要确定 车有了好的车 然后我们有机会 去车上车 让车来车 然后则轩 所以深刻关于车 我们有车领域 我们有车队车 我们工作如果在我们组 工作后 我们在每个训组 和那个训组 内容 然后可以学到它 所以在每一节节目中,我们会做一个训练,然后做一个训练的节目。 所以让人们在学习的技术,并且帮助他们在学习。 当时我刚上这个车的时候,首先我感觉到的第一点就是,所有的节奏没有开车那么快。 因为它不像是开车的那种快节奏小场地,就是它会是一会儿一个弯,一会儿一个弯。 就是你无时无刻都在注意你什么时候要开始拐这个弯。 这个相对来说,节奏会被拉得非常长。 然后,但是同时你能感觉到的就是这个车的,因为它相对于卡丁,它有空气动力的套件。 这个车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难开,就是你需要把它维持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 这个事对于生理还有心理,都是算是一个前走未有的一个挑战。 艰难的挑战往往也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2023年,在加入车队的第三个年头,Steven如愿以偿地站上了领奖台。 决赛中,他在第七车位发车,最终一路追赶,赢得第三名。 实现了华人在加拿大赛道上的逆袭和突破。 排位赛是我们每个人分别在这个赛道上开,然后谁用的时间最短,谁的圈速最少。 相当于谁能跑得最快,谁会在比赛中靠前的位置发车。 最终我们会按照我们每个人跑的那个圈速,从最快到最慢,我们会有一个排名,1234一直到后面。 然后我们最终比赛会按照那个顺序来发车。 然后最终比赛的结束的位置就是你最终结束的位置。 我在比赛之间我大概是能预料到的,因为我能感觉到这个车的状态怎么样,我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状态是怎么样。 还有就是我车里都是接着无线电的,我也会接收到我比赛工程师给我的信息反馈。 比如说你很快,很快就能追上前面的人。 或者就是你的车看起来状态怎么样,我这边收到的信息感觉非常不错。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团队运动,我能上这个国家级的领奖台,也是所有人共同的一个努力。 对于普通人来说,赛车似乎是一项遥不可及的运动。 普通的赛车手每年的花费动辄几十万加币,因此找到合适的赞助商和赢得比赛就显得尤为重要。 普通车可能会大家觉得我可能换了一套这个胎,可能换了一套轮胎,我要开三万公里,我要开四万公里。 这个车基本一个周末我至少要用到一套轮胎。 如果要是多的话,我可能一个周末是两套轮胎。 但是这个在所有赛车里算相对来说比较节省的。 我知道的最夸张的一个周末要用到15套轮胎。 它每套轮胎的价格大概是2000多刀,相当于是光在轮胎上的消耗其实就很多。 还有就是对于我们,对于赛车来说,其实赛车它不像是你买的一个车,然后你去开它,它是一直在那个地方。 这个车,赛车本质上是一个消耗品,你得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它只是一个有寿命的工具,你到了小时以后这个东西是要扔的。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华人车手,斯蒂文面临着诸多挑战。 通过不懈的努力,他期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登上勒芒和达卡尔的世界舞台。 同时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华裔青年加入到赛车手的行列。 我希望能让更多人接触到真正的赛车。 因为很多人他没有接触到真正的赛车之前,首先他们对这个东西缺乏一个认识。 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运动,它是一项体育运动。 它不是说玩一玩或者说我耍个帅,它是一项体育运动。 我觉得如果真正接触到这项运动的精髓,就通过卡尽车一类的,能够真正的接触到这项运动的精髓,很少有人说能不喜欢这项运动。 赛车手是速度和自由的象征,只有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才能迎来破茧成蝶,梦想成真的那一刻。 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今天的节目陪您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欢迎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下方微码,关注我们电视台的微信号,了解更多精彩的节目。 祝各位观众朋友生活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